哈嘍各位好欢迎来到安迪的游戏频道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投稿的对战 眼前看到的是土耳其那对上的是我们的立陶宛 这也是熟悉的 ID又出现了没错 今天呢这个投稿是皇家客提供 但是我们今天会把焦点放在土耳其 因为上次我们有说过 土耳其比较少人选然后战术就上次会有一些单位没有什么人使用吗 我有说过 那他特别就补了一个土耳其的对战来给我们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所以呢 土耳其文明特性一样再来简单看一下火药的生命啊比较多25% 然后研究火药的科技也比较便宜化学免费 彩晶弓速度20%提升 所有的青旗系列远程护甲加1 青旗匈牙利升级免费 特殊单位是土耳其火枪兵 银罐金罐分别是马公生命值加20 然后 呃金罐的话呢是火炮塔火炮火炮战船的射程加2 团队加成火药单位生产速度比较快 科技部分射箭场的话呢没有强弩兵 没有战毛兵就是没有战毛兵就是比较后期危险的事情 不过剩下的科技都有 那马公这边也是哈你看拇指环安息人重装马也都可以都是可以建造 那军营的部分 基本也是全科技啊没有全科技啊没有没有长枪兵好不好 一眼看错只有斗力兵而已也没有重装也没有疾兵 对也是蛮残缺了 那马舅的话呢就少了游侠剩下也都有 工程所的话呢有火炮 青头跟重充还有重型弩炮 冰工厂的话是全科技 嗯然后修道院救赎神圣跟宗教狂热都有 也都算是可以了 海矿营地这边二级彩石是没有的还有轮根 ok 这就是 不得起 那立陶宛的话呢看一下喔 立陶宛也是要再更多带一下喔 最近真的蛮多立陶宛的啊 烈提斯最近很厚是不是 诶那个食物加150嘛 然后垃圾兵比较快 助手圣物加攻击 烈提斯破甲 还有他的特殊波兰液 银罐金罐射程圣中英射程加3 然后垃圾兵系列远程护甲加2 还有修道院工作提升20 大致上是这样子 前期就这么刺激是不是 刚刚是不是有人的赤猴被害死了 这边是不是立陶宛的赤猴被 猪给咬死了 人家干人家猪好像干失败了是不是 被赤猴反杀还怎么样了 他没有抓到这里的画面 不过总之 应该是 看下立陶宛出场的赤猴应该是没了 没了 这前期少了一个侦查 非常的虧哦 那现在 如果你没有看过 如果接下来要出的DLC的那个影片的话呢 这边再补充一些资讯好了 反正如果你想知道那三个文明大致上长怎么样 你可以去看官方的资料 你也可以看我 昨天发的影片 那个影片也都有写到 三个新的文明 那 那 还有一个没讲到的啦 就那个印度 会被取代成印度斯坦的 所以之后的印度会消失 我觉得以后不会是那个印度的文明特性哦 诶 这是 好没事 我想是他 还是也要送对方一只这个赤猴吧 看来是没有 好说到一半哦 之后印度人会变成印度斯坦 所以他的那个什么渔夫的那个特性 就会被拔掉 所以现在的印度是且玩且珍惜哦 之后就 就会被改成另一种文明 啊 反正就之后 这个DLC出了之后 印度就被拆的比较 就那个文化被拆的比较细吧 就会多 等于等于是有四个文明的意思 之后也是期待那个新的文明的 单位跟战术的表现啊 然后还有那个装甲大象吗 也是忘记讲的就是那个其实是 取代成那个 冲撞车 以后那个印度派系啊 大象 有没有叫老鹰果以后就有大象果 大象果的话 他的冲车就是没有办法造 只能用那个大象当冲车 然后他大象的定位跟冲车应该是一样 只是大象用起来的感觉应该也会不太一样 就跟老鹰 跟骑士 这种差别应该是 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 好啦那反正你如果想要知道一下这个印度的 DLC的相关 资讯的话你也可以参考我上一个发的影片 或者是你去找 统上资料也都可以 好那就这样 OK那这样比赛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发展到什么情况 好两边 这边 立陶宛是先生的封建时代 好村民宿看一下 22 22个村民 那土耳其是25村 所以土耳其可能 有点想要 掩护上城的感觉 可能前面棒棒也是有先出了吗 这边棒棒出来 然后家里也是 但是 正在围 村民有准备的比较多 没有第一时间上封建 土耳其应该是会走一个比较中后期的 时代的打法吧 前面棒棒的两只 应该也是在巡逻而已 目前应该没有什么机会可以 被侵入 然后看到立陶宛这边造了一个弓箭场 你就看 土耳其这里应对 应该也是造射箭场反制 第一个毛兵出场 工兵看到毛兵第一时间先往后退 哎一只毛兵威胁还是蛮大的 加成伤害非常的高 丢到一发很痛 操作 强兵强兵过来 射民兵 好长兵操作 射民兵 反正就定点 反正你枪兵的攻击力低 不用毛兵丢你的弓箭手 还是很赚 工兵也是黄金兵啊 这边只剩一只民兵了 我还回身攻击 哎偷伤害很好 哈哈 回马枪直接被射死 ok 那土耳其好像是要打弓箭手哦 在这个时代 那土耳其好像是要打弓箭手哦 对他射箭的时候选择用弓箭手 不过他马就有藏了四条赤猴 所以要小心 这个赤猴有可能等下出来就一波包围 这个长兵要是被杀掉的话 这赤猴很可能就跑出来了 对没错 跑不回去了 呃没得没得逃了 所以也不逃了 回身看能不能多抓一个弓箭手 可以了算了 这样已经是赚了 但前期其实是满虧的 因为整体看起来土耳其这边 一开始的那两个民兵 还有一个毛兵 其实就拖住这个 立陶宛蛮多的时间的 然后这边三公兵过来又被吃掉 分数也落差了快了两百分了 土耳其 刚刚又比较晚上时代 那他村民会准备的比较多一点 那现在就看一下 因为他生了那么多赤猴的话 应该没办法第一时间上到那个城堡时代 立陶宛的话反而是比较接近城堡时代 因为他生的是公兵 主要就是这四条赤猴 这四条赤猴的话浪费了比较多的一个食物 嗯 奶奶他是 预估这个对手 家里可能没围墙的样子 看对手那么主动进攻 我想说家里可能 有机可乘 有发现 哎 这个立陶宛家里也都围得好好的 看起来 没什么希望 看这个赤猴也是到处找洞钻啊 那立陶宛这几个工兵也是想要找洞钻进去 不过两边前期的防守都做的 算是比较严密的 也都是正常在拉这个城堡时代的 两边的城堡时代也没有落差太远 因为 土耳其 生了比较多的赤猴 肉的话稍微的阻 阻碍了一下生成的时间 而且土耳其围的非常大圈哦 你看这整条 这整条都是土耳其围的 他围的超级大圈的 赤猴到时候掌控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土耳其上次也说过 土耳其只要有黄金的话 他可以 短时间内爆出很多黄金兵 因为他黄金采取的效率很好 然后他的单位黄金兵又比较偏强哦 包含他的火药单位都是吃黄金的 对他的黄金又可以榨取的比较快一点 提早的 预知薪水去造这些单位 对 那 在在那个土耳其爆兵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强势阶段 好 立陶宛先生的城堡 立陶宛先生城堡 又是列提字的局 那边修道院也拉起来了 古耳其这里顺手就是把 努兵也也伸上去了 而且出了骆驼 ok 有看到城堡吗 没有 但是 出了骆驼 应该也是预判的对手的战术吧 哦对 因为对方是立陶宛 所以出骆驼很正常 之后这个骆驼还会有一个 上位的版本叫那个骆驼赤火吗 就是那个新闻名 古耳什么古耳吉拉斯啊 就是有点忘记那名字 有点难念 总之就是新的那个印度文明 其中有一个有那个 那个骆驼赤火吗 开始会送你 还可以进阶层这个骆驼骑兵 就这个东西 好那现在 土耳其 好像是继续以这个弩兵为主 然后用骆驼骑在 立陶宛家里旁边 在巡逻 看到立陶宛出的 单位是列提斯 第一时间先出的是列提斯 但是 遇到了 弩兵大军 这边应该是没办法处理 然后骆驼在边界这边 意思意思砍一下 不过应该会被看到 列提斯要打那个 弩兵的话就极度劣势 啊因为他本身自带这个远防 只有一点而已 这个骑士自带两点 所以骑士防御是比较高的 那打弩兵就比较没优势 而且打这个骆驼骑兵也是没优势 因为骆驼骑兵就是专客 专客骑兵 啊列提斯打骆驼 反正骆驼就没什么护甲 他的效果其实发挥不再出来 这个交换架也没有什么特别划算 啊 被砍也是碰的要死 交换不是不划算 等一下土耳其是利用这些弩兵 我先压制一下这个立陶宛 不過立陶宛 那列提斯他外面是在开土吧 我感觉 是蛮分散的 可能在找遗迹 哇 土耳其也是生了生侣啊 这两个直接低调来 不给感化了好不好 怕被感化直接先杀了他们 就不会背叛了 现在看起来兵种特质上 土耳其这边当然是比较优秀的啊 母兵打列提斯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时候应该不会再造列提斯了吗 没有还是继续造列提斯 对还是要继续用列提斯当主要力量 马旧的话有了一个马旧 不过没有再生任何的东西 真女要出去搬遗迹 可是土耳其也把骆驼放在这边了 这 骆驼是没有什么抵抗感化的 所以这边还是被感化的非常快 感化两下骆驼就送来了 哇 算了而且骆驼砍这个生侣是极度亏啊 伤害量不够很容易被感化了 那列提斯 就是在外面分散对手注意力嘛 就一只一只一只的 也可能是在阻止 那个土耳其的生侣去搬自己的遗迹吧 因为土耳其也知道你是立陶宛嘛 所以他看起来也是在搬 搬遗迹 土耳其家里也是有在搬遗迹的 所以这个列提斯 我想应该有一大部分是快点 伸一伸出来 在地图上去抓对方的生侣吧 哇这里 你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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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我老天 哈 1 1好不好 這竟 这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诶 哇塞 这个分段这样子被丢死 啊 语心何忍啊 这弩兵刚刚极度有优势诶 这一波死掉之后分数爆跌 现在被这个立陶宛直接反抄了 不過土耳其啊一樣啊先升帝王時代啊 土耳其的時代還是比較靠後的 本堡也不是他多好的優勢期 我覺得帝王應該還是比較好一點 就看一下土耳其帝王要打什麼 哦土耳其要打馬公了 上次才說這個土耳其很少打馬公戰術 他現在就打給你看 其實說很少打也只是因為每次玩土耳其的人應該 都比較想玩他的火藥吧 有很少人會特別玩馬公 可是今天如果你要玩那個馬公 然後你就選土耳其這個 應該不會有太多人這樣想 不過這場的話 這個這個選手這個是這個玩家 就選用了馬公 因為土耳其他的那個銀貫科技 有加這個馬公生命值20 這個研發下去的話血量也是蠻多的 我看一下第一時間有研發這個東西 彩翼奇兵沒有 走 就這樣然後他本來應該已經有研發品種 所以他血量已經是70 彩翼奇兵再研發下去就90 90點血量 血量就非常多 而且土耳其的馬公也還可以進到那個重裝馬公 也還是蠻有威懾性 準備出爐 準備出出出 出擊了 嗯 帝陶宛的話還沒有辦法上帝王時代 食物量還有點差距 不過黃金量倒是非常多 哦 這裡還有一個遺跡 你看他有 土耳其有看到這遺跡嗎 土耳其沒有看到這個遺跡 土耳其剛好這邊是沒有看到遺跡的 要不搬走 可惜 所以土耳其只搶到一個遺跡是不是 那這有點 有點小虧 那這樣對手等於是免費搬了 其他的遺跡的話 那攻擊價還是蠻多的 我們看一下 土耳其的馬公 6加4點的攻擊力10點的攻擊 還有一部分的馬公已經是派到前線了哦 村民術的話呢 看到立陶宛還是比較多的 109對比75 這裡開始殺村民出氣 反應還是很快 殺了一個村民之後就進去了 但這裡的反應好像都一直跟剛剛弩兵差不多 他這邊射死村民之後然後對方收村 然後自己的馬公在外面好像就有點反應不過來 你看這個 全部都送來這裡哦 對 直到死到剩兩個才發現 我覺得這好像都失誤的有點太大了 可能是家裡這裡啦 因為立陶宛也有一些小部隊在這邊騷擾 然後這邊就稍微分心了一下 但不過這個分段 這個會沒注意到兩次也是蠻罕見的 村民還是沒有辦法 拉低這個差距 目前差距還是蠻大的 好對這張地圖是什麼 主人十群嗎 有看到中間這兩個主人十群 所以立陶宛現在搬了幾個乙姬呢 兩個 而且應該剛剛有個生女要回去了吧 這裡 哎 偷雞摸狗這邊有沒有看到 哎這個駱駝 他看到了啊回不去了 可憐啊 走了這麼遠 這裡還是搬不回來 但是已經很靠近自己了 有可能再補一個生女 應該還是可以搬回來 那看到土耳其這邊打的戰術 就是利用他的馬功 再加上火炮了 火炮已經是拉到前線的工程所 開始製造了 不過土耳其這邊沒有 第一時間選用他的那個重雙馬 我看一下他重雙馬功 九百十五五百黃金 他沒有想要憋一下 然後把這個馬功升上去 他馬功升的也是蠻多的 而且彩翼騎兵也沒升 那彩翼升上去應該也是可以 把馬功升命值再加二十 看看等一下後面會不會升吧 不然的話對土耳其來講 這個馬功升的就比較沒有那麼的 就是有特色一點的 優勢拉 因為土耳其畢竟還是有對這個馬功 有相關加成的科技在 不研發也是蠻虧的 不過土耳其火炮出來拉 火炮 真的也是蠻難 蠻難搞的阿 比起那個巨頭來講 那巨頭你裝了 組裝好之後不能動 火炮可以動來動去的 雖然說射程的話呢 巨頭是比較遠 可是因為可以隨時隨地動的關係 他還可以拿來打彈不會 像這種 有沒有 戰毛病 打到中間就一坨阿 這是預判攻擊阿 沒有沒有是直接A對方的單位 他就是要預判了 因為現在 戰毛是克馬功的 但是他不走位的話會被火炮打 對那就是兩邊要拚操作了 這個走窄口也是非常極度有挑戰性的 火炮第一時間並沒有直接射擊 火炮 火炮為什麼還拉到這麼近的距離阿 他沒有從這邊走出來 而且他沒有在攻擊阿 這操作細節阿 好像不是特別的好 因為剛剛那火炮 其實是可以拉到這邊來再受射擊阿 他也沒有拉 感覺是框在一起的時候直接點這邊 然後那火炮就 他就卡出來控制不來 就是一直貼在近距離 所以那火炮一直沒辦法發揮 很可惜阿 走窄口丟兩下 這邊毛病有可能會全死阿 烈提斯過來要阻止城堡 馬攻數量很多 烈提斯也不擅長對抗免城 所以這大概也是被收好玩的 看經濟125對90阿 還是蠻有優勢阿 地桃玩也是緊急在前線拉上了城堡來做防守阿 可是 火炮的話 土耳其這邊已經是 造了應該還有兩臺嗎 但他死掉了 一臺兩臺 所以還是有剩兩臺 這兩臺不要死掉 對還可以拿來拆城堡阿 你看這馬攻要打戰毛也是很痛苦阿 射這麼多劍 還不見得死掉一隻 而且 你看立陶宛是直接硬點那個火炮阿 沒有要退阿 硬換真的很虧阿 戰毛真的是強克這個馬攻阿 但前提是你要馬攻肯跟你這樣打阿 有人想說阿我對方出這個馬攻我就出戰毛跟他打就好了 所以 除非對方是必須採取進攻太子 不然大部分情況下馬攻不太跟你A正面了嗎 就可能我到處騷擾到處騷擾你的戰毛兵其實也是蠻麻煩的 而且很容易 喔喔喔喔 對 炸到兩顆 開始拆城堡了 土耳其 直接躲在城堡下面 這些戰毛兵的話呢 用匈牙利青旗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等一下 剛剛看到他是研發金罐科技是不是 再讓我確認一下 炮兵射程加2 所以炮兵現在火炮是14點射程 OK 而且他生了這麼多馬攻還沒有打算要生銀罐科技嗎 是忘記了呢 還是覺得這很虧他不想生 其實我不太清楚阿還是說現在有什麼戰術是覺得 就是土耳其生這個其實性壓比上是非常不划算的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不會了 因為每一隻加20點血 這個馬攻數量已經也不少了 剛剛還死掉那一些 感覺是可以投資的阿 哇 巨頭是完完全全的被這個火炮剋爛 他光那個拆裝的速度就已經會被直接砸爛了 阿這戰毛兵呢 戰毛兵如果能預判一下 就會很精彩喔 我們來看一下 有機會阿 欸 戰毛兵要硬點 欸沒打到又沒打到 趕快修趕快修 欸 欸 修起來 哈哈哈哈 可以阿這邊 土耳其的操作就還可以了 欸 新 村民 緊急維修 這火炮好像是沒死 就是好像都活著 那戰毛兵那一坨是死掉了 單支援的話 一百四十一對九十二了 看到這個 喔 立陶安這裡的村民真是 每次都可以抱到 抱到不認識自己 超級多 而且已經是轉上了那個波蘭力了 波蘭力打馬功也是ok的 波蘭力本來就繼承那個匈牙利的屬性嗎 而且是血量是多二十吧 我記得還多多十點 我看一下 匈牙利的話 欸 波蘭力這樣嗎 青棋升到波蘭力是多了二十點血 然後攻擊也是加兩點 不知道幾個 原本那個匈牙利是七嘛 然後波蘭力是九 然後進防多一點 對 那遠防是一樣的 那圖爾其到現在也沒有中中馬 那也沒有那個彩藝騎兵 我覺得有點可惜啊 那馬功如果有加那二十點血的話 效益應該也是挺好的 看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這麼選擇 看一下這邊這一波集結 那圖爾其又生出了大量的馬功 然後立陶宛的特色兵種 波蘭力也是出來了 因為他硬頂嗎 有一個城堡應該也是不太好硬頂 看一下這個圖空的話兩邊其實 理論上應該是圖爾其的圖空會更好一點啊 畢竟他圍的比較大圈 資源也都是 他外面都還有金礦都還在嗎 那對於這個立陶宛來講 他腹力是比較小的 不過這前面的黃金應該 都還能踩得到 還沒有算是被封死 波蘭力就算是 但是遠方還可以 但這樣子頂著炮火打的話 還是死傷慘重啊 已經來到遊戲時間46分鐘 圖爾其的馬功還是不是中中嗎 可是他又堅持要打這個 馬功戰術 嗯 是真的我忘記嗎 還是他有什麼考量呢 我看還沒有在轉型他冰斗 就是一直在爆 現在在爆那個 圈馬力了 那黃金要不夠了嗎 沒有食物不夠 黃金還有剩 黃金有兩千多 不愧是圖爾其 那個才黃金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正面對決的話一直都是 波蘭一家這個戰毛兵 然後去跟對方馬功跟圈馬力換 而且後面又多了兩台火炮在輔助攻擊的 目前看起來 土耳其這些馬功只要聚成一定的數量之後呢 還是蠻有優勢的 這邊 他立陶宛也想到前面偷蓋城堡 哎 這土耳其率先在這邊先蓋 人要做壞事哦 拉了十個村民在這邊要蓋城堡了 然後土耳其也拉了一部分的匈牙利清洗兵 這邊要進去摧毀那個立陶宛的經濟 那前線的話依然是在 努力的抵抗當中 兩邊都是不斷的在前線交換單位 還有火炮的話呢 聚一騎的話 被砸到也是很痛的 火炮比巨頭好的原因就在這邊 他的攻擊性會更強一點 但也會打到自己人 這就被自己人打到 但馬公沒有升上去 這個殺傷能力還是差一大截 安息人有研發嗎 安息人跟母子環都有研發 他沒有升重裝馬公 也沒有彩藝齊定 我一直很care這件事情 但我不太知道為什麽 因為我覺得多二十點血 我覺得那個 結果應該會不太一樣 那馬公應該會變得非常有威懾性 才對 但現在土耳其的正面有三個火炮 在壓制立陶宛的前線的話呢 這也不是太好防守 說真的 但你也可以看到波蘭翼的 作戰能力也是非常雄厚的 然後這裏的城堡也是拉起來的 這邊在升巨頭 然後土耳其這邊是沒在升巨頭 感覺沒有發現或是怎麽樣 這場那個土耳其好像很容易被 對方偷一些小小的地方 是不是 來看一下戰路 好像沒有看到吧 喔有看到 但小地圖沒有顯示欸 你看 這小地圖沒有顯示欸 他其實那邊城堡是已經有被 自野標出來了 但沒有辦法有反應 等他開始造巨頭被丟的時候 應該就會有反應 哇 波蘭翼直接硬上 守著守著 有火炮這一方竟然還被 反推出來欸 還是其實火炮砸死了更多自己的單位 我覺得火炮好像砸自己的 那個匈牙利也砸得蠻開心的欸 感覺也不能 感覺也不能說 你一堆圍著 你看這有時候砸到會砸到自己人 砸到自己人也是很虧欸 一發傷害也是40喔 很可怕欸 誤傷 道成的傷害也是很可怕 這裡巨頭輸來了 城堡現在發現了嗎 趕快回來維修好像有點太晚了 兩個巨頭殺傷力還是蠻高的 前面的話靠著這馬弓要射穿對手 好像有點困難 感覺 利好玩家裡防禦非常的嚴密 非常堅實啊 那波蘭伊在這邊頂著前線 打到現在還打不攻 依然在持續抵抗 村民其實沒有落差到太大了 現在這個時間點 不過剛剛贏的那些村民 應該還是有一些資源的落差了 家裡的話 土耳其已經是派上了他的匈牙利 這邊要拆掉巨頭囉 不過自己的城堡也爆了啦 所以 嗯 利桃玩還是賺 至少他這邊也是優先先偷掉對手的城堡了 現在波蘭伊持續的衝 後方 戰毛兵 在補上 然後馬弓感覺不行了 沒有前面的匈牙利當作盾的話呢 馬弓還是相對有點脆弱 血量太少 然後這火炮還是有一隻不斷的 不小心的 好像一直都有砸到自己人 剛剛這個馬好像被他砸到一下 但是砸到一隻 但也是有差 利桃玩也是一直在分一些小部隊過來齁 一堆波蘭伊過來這邊圖村民 然後 你看土耳其這邊被騷擾 就是跟剛剛一開始是一樣的 好像沒辦法注意到太多戰場 有些戰場被打的時候就 好像就沒什麼反應了 你看這村民就是一直被殺 完全沒有在拉的感覺 這裡要強修城堡欸 哇 拉了二三十個村民 土耳其是派上了匈牙利 要阻止這些維修的村民 然後 這邊有三台的火炮 這城堡修得很開心 然後你看這邊石頭 維修的費用也是非常的高 利桃玩這邊 兩百多的石頭 三百多的石頭 這樣修也是耗得非常非常的快 但這個城堡真的不能掉 這城堡一掉的話呢 這些防禦就 這些事實中心應該會被拆乾乾 全部被拆光 然後那個火炮加兩點射程 意義還是不一樣的 因為巨頭十六嘛 他原本只有十二而已 這樣子加兩點也是多拉兩點差距 火炮還是變得很難以對付 看到 立陶宛的巨頭 還是要過來打一下 然後家裡的騷擾也一直都沒斷過 右下角這個小地圖一直都很忙 立陶宛小部隊捷律一直都在做 所以我這裡的火炮一個閃神回來 就已經被偷掉了 波蘭翼還是蠻猛的 多那個血量 一百點血量真的也不是蓋的 啊 然後這進防也是多一嗎 跟對方這個匈牙利比的話 就差一差來是蠻大的 也兩攻擊也是多二 兩邊都是輕騎大戰 一個是匈牙利一個是波蘭翼 但波蘭翼整個戰鬥能力上一定還是比較好的 恩 土耳其這裡還在生馬公嗎 沒有在生匈牙利 跟馬公好像都有生 這兩族是很像 還是都一樣的單位 沒有都是在生那個匈牙利星星 呃 黃金鎂的 對 所以好像也沒辦法幹嘛了 馬公也是蠻好黃金的 這變成是立陶宛這邊垃圾兵 還走的比較快 而且他的遠防 4加6好不好 10點的遠防 那馬公射他一點血 一點血在扣 完全 扣爛馬公 他光出那個戰毛對手 就已經負荷不來 有夠誇張 立陶宛這邊的城堡 剛剛沒拆掉的樣子 所以 後續的巨頭 這邊還是一直在側邊 騷擾這個土耳其的邊界 那前線的話 土耳其也沒有想要回去守的 想說是直接正面打穿 立陶宛吧 但是這個城堡如果 趕快偷掉的話 這些馬公還是能造成不錯的殺傷力 如果沒有這些防守建築的話 村民應該就是工作不來 可是 其實立陶宛家裡的波蘭力 還是比較兇一點的樣子 而且兩個城堡這樣子 互相交叉火力射擊 進來的單位好像也活不太 活不太了那麼久 整片戰場的前面也是推不進去 然後後方也是很亂 後方土耳其也是分了一批回來救了 馬公還是回來 依然沒有升血量 沒有升重裝 馬公 也是都沒升 而且現在這個節骨眼好像也升不起來了 因為黃金已經有點不太夠用了 剩這邊的黃金礦 地圖上的黃金礦好像所剩無幾了 兩邊都要進入到後期的垃圾兵大戰了 再繼續換下去黃金兵沒了 土耳其就會變成非常的劣勢 對吧等下上次說過吧 土耳其 他既沒重裝長槍也沒戰牢兵 然後他唯一能打的只有匈牙利清奇 但匈牙利清奇對手只要出個幾兵 出個重裝重裝長槍也可以 也能打得過 他的垃圾兵太單一了 唯一有作戰能力的垃圾兵就只有匈牙利清奇而已 那這場對手立陶宛呢 又偏偏他的又不是只有匈牙利清奇 他的是波蘭義 又比對手的匈牙利清奇要再多個五點血量 你看這九十五點血 他還多了一百點血 他多了五點血 你真的兩邊要互打 攻擊也多你二 遠方 近方也多你一 兩邊互打 那波蘭義也是一定 所以現在土耳其是漸漸要 有點危險的 而且村民好像也被殺到有點 跟不上對手 這戰場也是很亂的 你看 土耳其已經是分了很多小單位在砍那個 立陶宛的村民了 你看這個立陶宛家裡也是一直在失火 當然了 這個 土耳其家裡也是 一兩隻波蘭義 幾隻波蘭義 兩邊都是被這個清奇在家裡騷擾 村民樹都一直直直掉 兩邊的村民樹 一直在往回掉 到處都是戰場 稍微加速一下看這個騷擾最後吧 然後這邊是一個主要戰場的部分 不給你踩黃金 黃金絕對要阻止起來 土耳其有黃金就可以開始作怪了 而且他黃金又踩特別快 那採集黃金的效率是特別好的 馬公數量如果對不起來的話 波蘭義這邊要清除也 我看你是不太容易啊 而且土耳其這邊又補了更多的 天啊地清奇進來了 立陶宛終於受不了收村了 全部村民都躲回四任中心 家裡的危難一直也沒解決掉 這邊生了三個馬舊 這是直接就近 直接生那個馬直接衝進來 後期要圍牆的難度超級高的啊 這邊已經是直接上十強 但是還是有些缺口 一定衝得進來啊 這很難 很難真的面面俱到啊 後期要圍牆真的是一件苦差事 不過兩邊也都差不多了 都是 這波蘭義一直進來 然後就把村民砍得要死要活的 你看這波蘭義 這這麼一點血量而已 這村民也是很難把他砍死欸 而且我看這邊土耳其砍村民應該效益更好一點啊 但是 立陶宛的村民也是沒斷過 那tc的村民一直在慘 你媽的砍得還沒有升得快 有啦 終於掉到一百里下了 因為兩邊好像都已經沒有什麼 大量的正規軍隊在正面交火了 一直都是小部隊的一直在騷擾 我們就注意看這個村民術變動吧 因為其實現在就是兩邊在 利用一些小部隊去偷對方村民了 現在要破壞對手經濟了 因為已經到了這個 後期垃圾兵階段了 一定要先去拆掉對方 對方種田的村民 讓對方種田的效率變差 垃圾兵才不會一直源源不絕的狂出 在這裏 這邊匈牙利新奇有一個數量上優勢 直接包夾 布蘭伊這邊數量不夠 還是被包死了 縱使 縱使這個數值比較差 但是數量上有贏的話呢 還是可以直接包贏的 分數沒有拉的非常的遠 兩邊其實分數 目前是差不多的 村民術也被拉到 七七對比七十八了 代表說這些 近來突爾奇的這些捷獵部隊 做的也是算很不錯的 近來也是砍了非常多村民 當然 波蘭伊也沒放棄過 好的波蘭伊 不斷的衝 不斷的打 兩邊的 村民一直躲 一直死 一直生 超級麻煩 這兩邊打的也是 又是這個橋段 打到後面又是這個橋段 兩邊 不斷的 攻防戰 一直在 防守自己的經濟區 極極極致的痛苦 而且黃金真的是斷炊了 兩邊就算有遺跡也沒用 遺跡能 遺跡能讓你慘的單位實在太有限了 通常 可能就拿來補巨頭就了不起了 拿來生什麼馬功 我看是 不太 不太現實 因為 那個數量堆不起來 波蘭伊看起來是比較威懾性啊 不過這些匈牙利親奇也是盡力的 呃 已經在立陶宛家裡也不知道殺多少村民了 立陶宛村民又回到118隻了 有夠噁心 村民永遠不會斷 六個TC版運作一直在生村民 稍微的沒有 沒有在處理他的村民 那個村民 直接又 生了超多出來 然後 你看立陶宛這邊也是一直有在注意這片金控 他就是不讓對手去踩這片金控 還要把這片金控封死 確保對手不會有更多的黃金兵 畢竟這邊黃金加一加也還可以炸出幾千的黃金 一千多吧 一千多黃金 黃金兵也還是可以造不少 最後一刻立陶宛這個城堡守住了 突然還是有 呃 這裡土耳其的親奇 終於把洞給補起來了是不是 哈 洞終於補起來了 衝不進來了 還是有 我這裡還有洞 哈哈 這導航真棒 終於發現這邊又有洞了 加速 哎呀 一桃園現在一百一百八幾人頭 土耳其一百多人頭而已 連軍事單位應該也是輸蠻慘的 現在分數好像被拉開了 這後期的決戰 我看土耳其應該蠻難翻盤的 我覺得光這個波蘭伊的質量差距就已經 有點難跟他抗衡了 這硬砍 同等數量你一定砍不贏 數值又比你好 衝進去效果也是一樣的 本質上就是上位版本了 這邊再換下去感覺就沒你希望了 而且資源的部分 你看立陶宛就爆到一百四幾個村民 土耳其 看不要這樣越來越劣勢 而且這邊的窄口啊你看 這邊堵好了 還有一些少量的火香兵堵在這邊 把他衝在這個窄口 甚至幾兵也出現了 然後你看正面這裡 把對手的黃金也圍起來了 他自己踩 他還上了幾個石牆跟木牆在這邊 不讓對手踩黃金 把對方最後一個黃金放給封死就對了 哇 衝不進來 土耳其已經盡力了 這邊 真的衝不進來 而且你看這巨頭還卡在這裡 然後村民在後面修 阿阿阿被砍穿了 進來 這村民可能又要躲一下了嗎 不過其實有幾兵啊 幾兵出來了 匈牙利一星期也沒戲唱了吧 那對手為什麼不出來 因為他只有斗力兵 斗力兵打波蘭義 不太行 我覺得應該是完全幹不過 他出 完全沒辦法出斗力兵 這就是 打到帝王之後 土耳其的被阿阿 又被衝進來了 那哪邊比較嚴重呢 可想而知吧 這裡衝進來嗎 你還有幾兵可以防 你還有波蘭義可以擋 那你被對手這個衝進來嗎 你的波蘭義 對方波蘭義 你用匈牙利擋 也不見了 擋得很下來 這邊也是被砍得很開心 這裡 城堡也陷落了 好像是被直接砍爆的 現在沒有巨頭了 他那個血量是直接被那個 布蘭義直接砍爆的 這邊城堡沒的話呢 前面就 直接上那個幾兵壓出兵點了 村民要躲回城堡 而且這裡的城堡 立陶宛城堡還在 村民還有一個據點可以躲 這匈牙利其實也是做得不錯啦 這邊也是砍了 村民也砍了好一陣子 機動力還是可以 戰場極其 極其複雜 雜亂 波蘭義也是到處偷 這場又是 清奇大戰 那個到處偷 偷村民偷的有夠爽 恩 原波蘭義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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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雅利 這邊清奇 都在找對方的 弱點在打 但這裡前面已經有立陶宛的幾兵了 幾兵 已經衝到前線了 裝甲步兵也衝到前線了 還生的裝甲步兵 六個裝甲步兵 六個裝甲步兵 要生那個 放手劍的話 沒有已經去去了 不用生了 好 結束這場比賽 感謝各位收看 記得不要忘記點贊 點贊支持 訂閱頻道 有餘裕給可以考慮會員計畫 來支持我去做這個系列的影片 那 接下來快改版了 然後就印度的DLC 在28號吧 台灣時間說是29號嗎 到時候改版之後 應該天梯環境也會有所變化 我想應該不會只改那幾個文明吧 感覺了 好啦那這場比賽小總結一下 那個土耳其 我覺得這場比賽打的戰術已經算是 蠻蠻這個罕見啊 他畢竟玩了馬功 可是我一直沒有搞懂他那個馬功 不生彩藝騎兵 是爲什麼 沒生重裝馬 玩到最後一刻他到底有沒有生 應該是沒有 對啊彩藝騎兵沒生 他生的泡兵 彩藝騎兵也不貴啊 這杯350 食物150 黃金這我覺得很大的原因 是他忘記而已啊 不然不可能不生這個啊 他拇指環都生了 安息人也生了 那重裝馬為什麼不生一下 對這這這其實我是沒有太明白啊 對我太沒有太明白 那馬功打的數量也是非常之多 這幾個升上去 我覺得重裝馬的威懾性 絕對不只這樣子啊 絕對不只這樣 我們看重裝馬可以提升多少數值好了 50血6弓 你看60血7弓還加一進防 還加一進防的意義就不一樣了 因為對手你看對手是波蘭翼 你可以多擋他一點傷害 這馬功的抗打能力就會多好啊 就好多少 那你這樣打到後期 那土耳其少了黃金 黃金最後在 呃這種地圖打到大後期的話 那肯定是短缺的嗎 不可能說我打到後期 然後地圖上黃金都還夠 不可能兩邊都是短缺的 那這個土耳其黃金最後終局剩53 你看立陶宛生多少230級 甚至可能連生科技的錢都沒有了 然後那個木頭到時候你去跟市集交易的那個性價比又超差 今天也換不到太多資源 那你如果拿去換太多資源 你的垃圾兵又爆不出來 這也是很危險 你不能說市集就亂換資源 那你說好那波蘭翼互打好了 有清奇後互打 一桃園有波蘭翼 那你土耳其只有匈牙利清醒 那基本上就算只搶你一點點 搶你一點攻擊好不好 就還是贏你嗎 就正常情況下這兩個同數量同情況下對 A 那不可能是波蘭翼會輸嗎 那你要克波蘭翼那用什麼要用長槍兵嗎 可惜這個土耳其他只有斗力兵 對他也只有毛兵 這兩個兵他也不能用 因為到帝王時代出這兩個兵實在太爛了 爛到沒辦法出 反正也沒辦法打 所以最後資源也換不贏 不然的話我只覺得 如果他中間那一波就是 他兄弟還在那邊偷一偷村民一偷村民 他其實我覺得也不見得會輸這麼慘 那主要還是那個麻功 我覺得少了那兩個科技 沒有重裝馬沒有才藝騎兵 感覺還是有點落差 好啦不管怎麼樣 這場就是土耳其的一個 新穎的戰術 比較少見的戰術 那比如差不多是這樣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的 四季第五二天梯對戰影片 就一樣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